张北川 这一天我可以遭遥过世的爱上一个男人 像我们这种人身在这个世界上就打散了不幸的印记 注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 我努力过追求过 但最后找到的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绝路 我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平等 我们不求什么 只想求个平等 我说我并不是这个权在这边的人 但是我说我非常理解 这些同性恋者的声音 每每令张北川发自内心的疼痛 1994年2月 张北川的同性爱艺书问世 这使他成为中国国内最早研究同性恋的学者之一 他与这个特殊群体的距离 突然之间近了许多 半夜两三点 他会接到陌生的同性恋者的电话 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 他都会发现办公桌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 当我收到那些同性恋者的信的时候 我也是福信 那么那些信常常但是福信就要很长了 因为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他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人 1994年的张北川 刚刚接替老师秦世德 成为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 而促使他进行同性恋研究的正是秦世德 对于这位医学前辈 张北川一直敬仰 1980年代 在浙江沿海曾经流行一种皮肤病 秦世德为了搞清楚这种病的来历 带着研究生从鸭绿江口一直走到海南岛 并有意让自己感染了病菌 在那个地方没有麻醉条件 他让学生给他牵一块皮肤 那么那是个男学生 男医生 男医生后我比我小不了几岁 今年也应该55岁左右了 男医生不敢切 最后是男医生捏住他的皮肤 他自个儿亲切 为了医学研究 老师尽可以忍受切肤的疼痛 这样张北川非常震惊 然而1989年 医院却突然发起了 对秦世德教授的皮盘 说他说的很特殊 第一叫不要党的领导 怎么不要党的领导呢 是他光看书都白砖道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第二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干什么 他搞阴乱活动 可以说这些事情嘛 搞阴乱活动我是根本就没有相信我 当时年近六旬的秦世德教授 一直未婚 也从无恋爱经历 这让人们无法理解 医院所提出的从事淫乱活动 指的就是发生同性恋关系 医院的男医生们收到暗示 谁跟秦世德走不近 谁就是同性恋 但张北川却始终觉得这个谣言过于荒谬 再一次批判会后 张北川去了主任办公室 他觉得老师需要安慰 当时当着我的面嚎吵大哭 我非常非常震惊 那个事情我自个儿以后我就说 我说我面前简直就看着好像地裂了似的 我不能想一个医生整到这个让他这么惨 他就问我 他说我这医生做了什么了 我不就是想当一个好大夫吗 我不就是这么努力吗 我到底做了什么回事 不久后 秦世德教授不得不选择了离开这所医院 而张北川却每隔几天 就要去一次青岛大学医学院的领导办公室 与领导进行订问 几次下来 领导们终于同意同他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秦世德的问题 我就说这样你们要逼死人 你们要负责人 因为秦世德教授讲 向我讲了他的自杀念头 他向我哭的时候 他说我在这个楼上 那时候我们那上面有一个平台 那几趟楼上 他说我走过好多次 他说我就想我这到底在做什么 我的生命这个 生活这个样 大概那次谈话将近两个小时吧 听我谈 谈完了以后 领导说 说他的情况都是真的 戈壁是纪委 有调查结果 你可以过去看材料 当然不准带走 因为那个既比那个房间里边 这是那都是一些保密室 这一类的地方 可是这时候 我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我当时我就拒绝了 我说我不看 决然不信老师是同性恋者的张北川 开始大量查阅关于同性恋的资料 然而 他却很少看到 与同性恋有关的中文资料 他不知道 在六年前的1983里 医学界曾经有人编译出版过一本 性医学的书 但是其中 同性恋的那一张 被全部删去 1989年 张北川为老师秦世德 是否是同性恋的问题 与领导发生争执 三年后的1992年 医院领导换解 张北川不断上访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新任领导 对秦世德教授 为期三个月的调查 调查结束的时候 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说我们的调查结果很简单 调查了那么多的老医生 和秦世德教授 相处很长时间的医生 人家得出来的 我们 医生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反应 就说秦世德教授 是不会打仗的人 谁和他发生冲突 不管什么情况下 矛盾必然在对方 问题必然在对方 那么领导调查结果出了以后 那么那几个和他吵架 大概四五个人 强龄退休 马上解聘 那个处理也是很重的 就一锅端了 一下子 但是秦世德教授 再也没有回到他的伤心之地 没有回这个科 上过一天班 因为他整个伤了心 虽然医院的调查结果 最终倾向秦世德 但关于他是同性恋的传闻 并没有因此中断 张北川对同性恋的研究 也仍在继续 但对于同性恋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张北川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直到有一天 他去探望老师秦世德时 老师亲口告诉他 自己其实就是同性恋 那一刻 张北川在无比的震惊中 找到了答案 我在八十年代 那时候刚开始看的书 我们都说这是一种疾病 但是当我知道秦世德教授事的时候 这个概念一下就消失了 说句实在的 像秦教授那个样的人 他是实名上国健康帽的 所以他的名字不法公开 那个样的 这个同性恋者多一些 不是我们社会之福吗 在秦世德教授的帮助下 1993年 张北川在阅读了约200种性学 及相关学科著作 以及1000余篇英文文献之后 他的47万字的同性爱书稿完成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风险 接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 偶然的一次机会 张北川遇到了一位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主编 实际上当时他的出版社压了 我们国家当时最有声望的 性社会学家的两本书 他说这种书很难出 出不来 我说我把第一章和我写的前沿 我拿给你 你给我十分钟看一下 你看十分钟就可以 然后你给我一个答复 以后他就看了十分钟 看了十分钟以后他和我说 你放下吧 以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书稿放在我这 如果我们出版社出版不了 我们和香港合出 你一定不要再给别出来 就在书稿即将复印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山东省的一位领导 无意间看到了山东大学 一位教授的一篇 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论文 他随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个领导在宣传部门讲话的时候 他提出来了 中国没有同性恋 谁谈同性恋 意在教唆 那么这阵风一吹 出版社马上就静止了 出版时间往后拖 半年后 风波渐渐平息 1994年2月 同性爱意书终于得以掩饰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还特地在书的底页印上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批诊出版 但是这本国内第一部 关于同性恋的理论著作 还是引来了争议 这本书出版了不久 这个我们国家一个出版总社 一个省的出版总社的人 这个社长看到了山东出版总社的社长 非常不屑地说 你们山东怎么竟然出这样的书 结果山东省出版总社的社长 就专门向科技出版社 又去了这本书 自个儿调着看去 这好一次他开会在演台开会 看了一个礼拜 以后他就找着这个责变稿子 说你出了一本好书 虽然得到了一些肯定和赞许 但张贝川还是面临着 与秦世德一样的困境 他的兴趣向遭到人们的怀疑 在《同性爱》一书出版的前一年 好莱坞影片《费城故事》在美国热议 影片典型地代表了1990年代初期 美国人对于同性恋的心态 同性恋对社会视为魔影 逆人 而在中国 同性性行为被列入流氓罪 判断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1994年2月 张贝川的《同性爱》一书出版之后 张贝川立刻面临了 与秦世德一样的困境 在参与电台节目录制的时候 他的兴趣向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你是喜欢男性还是女性 电台主持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的回答 我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溃探他人隐私 我说 我认为这两个人群是一样的 这种溃探心里反而是不正常的 以后倾倒一些给听了这个节目以后 都说这个人保险就是这个圈内的 在张贝川看来 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别 无非就是用左手吃饭 还是用右手吃饭 喜欢吃辣椒 还是不喜欢吃辣椒的区别 而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这一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的书让世人了解了同性恋 无形之中 声援了自己敬重的老师 同时也触摸到了一个 在中国极少被人关注的特殊群体 而这个群体也开始慢慢的给予他信任 比如说这个北外有一个学生 那么他看到我的书了 他自个儿试 他买回去了 买回去了 他是在路灯 他们校园的路灯下 一个礼拜看完的 看完的不敢放 这个儿给烧了 那么看完我的书 烧了他的不止一个人写信告诉我 张北川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来信和电话 一个绝望的世界 在他的面前 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打算出书之后 继续做一名皮肤科医生的张北川 从这些挣扎的信件里 发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现象 同性恋者不仅仅是一个独立而封闭的群体 他们大多数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 会和普通人一样选择结婚生子 而在婚姻生活中 过度的压抑只会导致更为残酷的结果 1994年年底 张北川在北京出席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讨会时 认识了一名同性恋画家 这个人是一个画家 字写得非常漂亮 这个诗书琴画 都会一画会非常好 字也写得很好 以后就和我同性 以后在信里边告诉我 他是一个喜欢同性的男子 他告诉我 他说干什么 这个他希望这个世界处处充宁着 关亲充宁债 他告诉我说如果有什么科研 他希望参与 年轻的画家与张北川一直保持着联系 张北川知道 他后来与相爱的同性男友分手 又在家庭的安排下 与一名女子结了婚 但再后来就没有了年轻画家的消息 第二年深秋的一天 有一个人专门从北京坐火车到青岛 辗转找到了张北川 交给他一封信 那是画家的绝笔 他在家里边公开了自己的兴趣箱 他是在婚内的 他认识到自己的情况不适合结婚 他要求离婚 他在单位里边公开了 这时候妻子拒绝离婚 家里边不断地辱骂和单位的压力 最后在家里和社区内人士之间的一些事情 无法承受压力 三天那两次自杀生息 应当讲这些事情都对我刺激很强 我常说我们医生以救人为天职 这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死人的时候是不行的 这个我们说实在我们受不了的 医生救人 人化杀人 这是张北川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开始从医学研究 转入到对社会文化的反思 在一次参加青岛市总工会的每日印象活动时 张北川遇到了当面的挑衅 最后在讨论的时候提问题的时候 非常不礼貌的他坐在桌子上 如果你儿子是一个通英恋 你怎么办 我当时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 然后我紧接着说 这个社会太落后了 我就要好好支持他 出去找合适的伴侣 就在那位同性恋画家去世的1995年 作家消遣的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问题 同性爱读后一文 分别在香港大陆的文会报上发表 提出对同性恋人群应急于理解 也是在这一年 反映同性恋的济世文学 同性恋在中国出版 中国大陆第一篇同性恋者自述的文章 渴望幸福在人之初杂志上发表 1996年 北京第一家同性恋酒吧出现 1997年 江北川对一千多名同性恋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这是当时国内对同性恋人群最完整的一次报告 77%的男同性恋者感到严重痛苦 34%的男同性恋者有强烈的自杀念头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面前 张北川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如此单薄 几天后 张北川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 这位年轻人在上海 上海还有一位老先生 那时候大概就近70岁了 他到青岛去看过我 他自己是一个男同 还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工程师 男同陪着他 在这个老先生的支持下 就确定了向我捐赠 那么那年夏天 这个我就想我就要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朋友 也是在这一时期 张北川发现了又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男男性行为 极容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而如何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也成为了朋友通信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 正当张北川积极筹备朋友通信杂志的时候 他又意外接到了一个来自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的电话 他说你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愿意支持你 以后我才知道 我们的卫生部 这个联合国艾滋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都向他们介绍了我 贝利马丁基金会是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于1996年创办的慈善机构 这一年他的同性伴侣陈贝利 因为感染艾滋病而去世 悲痛中的马丁决定用自己的平生积蓄 组建一个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专门用于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虽然有了个人和基金会的捐助 朋友通信杂志的起步仍然艰难 为了节约每一分钱 张北川买邮票 都向邮局索要折扣 当时我们的朋友 纸非常差22页 那么22页23页的大开本的纸非常差 只能引3000 那么和我通信的人 那时候就是大概 就是好像500人左右吧 四五百人 我每个人寄给他一本 1999年 完全零利润的朋友通信杂志 予以十分窘迫 张北川向美国福特基金会 提出了资助申请 申请很快被批了下来 但不久后 张北川也被剥夺了行医资格 医院给出的理由是 不务正业 当然我们底下的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也是碰到打压 我们的领导很明确的告诉我 这个工作不应该你做 就非常明确告诉我 在青岛夹皮沟的一间15平米的破旧网房里 张北川和他的助手 正在执行着卫生部的两个国家级计划 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 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项目 这是目前为止 中国最大的艾滋病干预项目 2000年 张北川因对艾滋病干预工作付出的努力 被英国的贝利马丁基金会 授予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 马丁奖 2003年张北川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当时是南方周末评十大新闻人物 就有的人在攻击我 攻击我的同时在攻击男同 我没吭声 一个事情和几千人的福祉有关 那么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无知 又和几千年的历史有关的时候 当你想要改变它的时候 必然要费很多力量 2005年 张北川的朋友通信 每期以七千到八千本 他用这种最简单又是最有效的滚雪球的办法 在十万同性恋人群中进行了艾滋病干预 截至2007年11月 在新浪网的一项调查中 能接受同性恋人群的占百分之七十一 能接受后代同性恋的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三 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 这个数字令张北川感到欣慰 如果有一天 人们能如同看待普通人一样 来看待同性恋 没有歧视和回避 没有冷漠与打压 大家相忘于江湖 这是张北川有些疲惫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